第231章路难行,白晨从来不相信这世上有天生的皇帝,普通人能做的,一个皇子一样可以做,谁也不比谁高贵,哪怕是一个皇帝,而且白晨从来不会去惯人,特别是一个和自己有仇的人,如果李玉成能够老老实实的,白晨也懒得去折腾他,可是这一路上,李玉成依然忘不了他的皇子脾气。 然后,白晨就教会了他什么叫做实实物,什么叫做人在屋檐下。 三天后,李玉成虽然还是一脸的阴郁,不过已经懂得如何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当然了,每次看到李玉成那张脸,白晨依然会相当的不快。 一些简单的杂物,李玉成也能够单独完成。 有时候,他们在荒郊落脚,骑马李玉成不需要别人帮他撑帐篷。 套马料,赶马或者是装卸货,他也能够轻松完成。 就在这样,对无几人在官道上走了将近半个月。 在路上的日子,艰苦还不足以说明他们,说是步履艰难也不为过。 哪怕是在官道上,依然偶有劫匪。 而且这些赶劫官道的匪贼,多是身手不凡。 好在大家都没有受到什么伤,李玉成这几日也已经懂得团结起来。 他的武功不弱,只是平日里刻意地低调,让大家几乎都忘记了这小子的修为,一点都不在白晨之下。 这苦日子我算是受够了,早知道就走水路了。 第一个抱怨的不是李玉成,也不是洛仙和丑白心,而是白晨。 三天两头地遇到劫匪也就算了,这鬼天气更像是有意为难他们一样。 走着走着,突然天一黑,然后就开始下雨。 要知道即便是官道,也经不起雨水冲刷。 就因为这阴雨天气,让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不得不丢弃那辆装着满车绫罗金银的车子。 能够这么霸气地将数十万辆的货车丢弃在路上,也只有这一行人能够如此地轻松。 这人要是倒霉,就算是喝水也塞牙缝。 对五一行人的苦难只是一个开始,隔日便有一匹马因为腹泻,结果途中猝死。 三辆马车又变成了两辆,洛鲜和丑白鑫只能与白晨以及李玉成挤一辆车。 其实,要想形成轻松点,也不是难事。 这是李玉成第一次主动地接白晨的话题,以往任何时候,他都是绑着脸当个闷葫芦。 嗯,你有办法,白晨很惊讶地看着李玉成。 事实上,相比起来,李玉成远比白晨更懂江湖规则,而且相较而言,李玉成也更懂得变通。 至少他现在已经懂得,在队伍里不要和白晨对着干。 殿下。 叫师弟,白晨打断丑白心的话。 李玉成是白晨擅自为渊龙收的弟子,虽然渊龙的武功还不如李玉成。 师弟可是想和人合伙走道。 啥叫合伙走道? 白晨的话顿时引来一阵鄙夷,亏他还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怎么连江湖上简单的行话都不知道。 一般走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种种缺陷和别人合作走标,这就是合伙走道,因为相同的目的地,同时在确保对方身份安全的前提下的一种选择。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和别人合伙走道,白晨又问道,可是白晨又担心起来,我们和别人合伙走道,别人要是觉得我们别有所图呢? 这就不用师父担心了,我们手上可是有走官道的令牌,只要找一个阵子,不知道多少人求着和我们合伙走道,愁白心自信地说道。 他毕竟也是唐门的外门弟子,不论是对江湖还是官场的规矩,都有很深的了解。 前面不远,就有个大阵,那里应该有不少过往的商队,我们就去那里找人合伙。 丑白心所指的阵子,名叫落水坡,算是个相当有名气的阵子,是个不小的商队集散地,因为阵子地处要地,所以四面都通着去往他地的路。 很快的,经过一番筛选后,白晨找到了一队去往蜀地梁州的商队。 这个商队规模不小,运送的也是京城的瓷器。 虽然这批货物价值不菲,不过这种货物在道上属于压货,就是那种运着吃力,脱手不易的货,再加上运送的队伍肯定规模不小,所以不会有道上人看得上。 双方在初步接触之后,就定下了合伙的意向。 一路上的吃住行还有安全,都由商队负责,而白晨所要负责的就是在官道上的畅通舞组。 商队是京城有名的唐元瓷器,这次带队的是唐家的掌柜,姓楚。 一个胖乎乎的看着憨厚,却又相当精明的滑头。 白晨这一行人,有男有女,除了熊豪五兄弟长得五大三粗之外,其他的都是白白净净的,看着就像是大户人家的。 特别是白晨,长得不算俊朗,却在众人中如同众星拱月一般。 让楚掌柜直接将白晨当作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学着别人去外面闯荡。 在楚掌柜看来,这种人如果在外面三年没死,回到家里绝对算得上一个人物。 当然了,闯荡江湖不外乎两种结果,一种是没有资本,不明不白就淹没在江湖浪潮中,再也回不来了。 一种则是有点资本,想着不闯出个名堂就不回去。 楚掌柜则认为白晨属于前者,江湖是那么好闯的吗,多少人大浪淘沙后,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 不过这些都不是楚掌柜要关心的,他只对白晨手中的官道通关令牌感兴趣。 要知道,这官道令牌就算是他家主子,也没办法弄到。 特别是这次运送的是这么大量的瓷器,走夜路翻山越岭,哪里比得上官道舒坦。 这小子既然能够拿得出手,那就说明他家中绝非等闲。 不过京城中藏龙卧虎,即便是偌大的唐原商号,也不敢说全都吃得开。 龙公子,我们半个时辰后就要启程了,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在白晨的面前,楚掌柜倒是很懂得分寸,说话语气也极其谦卑。 不管白晨的将来如何,此刻他还是要恭恭敬敬,省得这大少爷一个不痛快,找其他商队去了。 不用了,路上倒是多麻烦楚掌柜照应,白晨也不敢拖大。 和大商队一起走,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操心。 即便是自己的麻痹死绝了,商队里的人就算是抬也会把人抬到属地。 楚掌柜倒是对白晨这般的亲和有些意外,在他印象里,京城的那些公子哥,哪个不是鼻子朝天,一副狗眼看人低的姿态。 心中顿时轻松许多,他原本还担心,若是白晨路上突然哨也病发作,到时候就难伺候了。 如今听白晨的语气,不像是那些娇生惯养的豪门子弟的脾气,倒也少了许多麻烦。 商队出了落水坡变上了官道,在白晨眼里一无是处的官道,在商队的人眼中,却是天堂一般。 毕竟走惯了深山老林,这么突然感受一下官道的平坦,那绝对是地狱与天堂的差距。 白晨等人依然窝在自己的马车里,马车有专门的人感,即便是陷入泥坑里,一样有十几个标形大汉帮着推车。 在商队的尾端,还跟着一辆马车,不过这辆马车与前面白晨的马车相比起来,可谓是朴素至极。 马车内正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人便是商队的主事储掌柜,另外一人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公子,那公子目光平和,身上白衣如雪,脸上还打了一点粉,看起来更加的白净。 储幅,那几个人的来历可查清楚了,白面公子与其平缓,却又透着几分上位者的威严。 与储掌柜对话看似漫不经心的询问,又带着一种严肃与认真。 白面公子在问话的同时,还为储掌柜面前的茶几珍满,显得更加的谦和。 少主,落水坡距离京城太远,消息并不流通,不过老奴翻了一遍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没哪个是姓龙的,更没有哪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叫龙啸天。 这姓名自然是假的,京城里的那些老爷没有哪个会庸俗地给自己的儿子取这种嚣张的名字,白面公子漫不经心地说道。 少主英明 不过是常礼罢了,不知道称道,我看那几个人,姓熊的五兄弟,应该只是大户人家的家丁,身上都有点粗浅的功夫,不过都是不入流的,而两个女子也都是不善武功,至于那两个年轻的。 那个小李子的奴仆,看起来倒是武功不俗,而且目光伶俐,绝对是大户人家培养的人才,至于那个姓龙的小子,举止粗俗,不过为人却是相当谦和,看起来那个小李子更像是少爷,而姓龙的则像是奴仆。 少爷,会不会是两人故意颠倒身份,让外人产生错觉? 这倒不是,如果你我身份颠倒,你敢对我大呼小叫吗? 老怒不敢,楚掌柜连忙回应道 不用多想,想必那两人举止反常,也是性格所致。白面公子平淡地说道,不过那个小李子倒是可造之才,若是有机会,不妨纳入我教中,他日必能助我一臂之力。 少主的意思是,随缘吧,你可旁敲侧击,若是那个小李子有把柄在那姓龙的公子手中,那便帮他一把,如果是因为恩惠,那就不用了。 白面公子顿了顿,突然想起什么,对了,蜀地那边的情况如何? 三英四节全都聚集在蜀地,除了唐门的木婉儿,那些名门正派都是已经算准了时机,准备趟这趟浑水。 三英四节不足为虑,可惜,我所看中的人却无缘一见。 白面公子一阵唏嘘感叹,若是有他在,这次的盛会才足够精彩,也只有他才够资格作为我的对手。 第232章试探,与商队合伙走道,的确是顺畅许多。 就连住客栈都不需要他们打电,除掌柜已经为他们订好了最好的房间。 白晨几个人自然是不会客气,有福不享就是王八蛋。 李玉成这几日更是显得安分,虽然脸色依然很臭,可是白晨已经很多天没和他进行全武行了。 李玉成自从那天听了白晨那个胯下之辱的典故后,仿佛一夜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确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或许,只有当一个更加优秀的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能看到自己的缺点。 即便他再不愿意承认,他也要面对现实。 这个看起来不学无数的小子,的确有着超凡的才学智慧。 李玉成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遇到白晨。 也许早点遇到白晨,他会让自己宾得更加完美。 李玉成看着窗外稀稀利利的雨点,这是他这些日子最常做的事情。 每当这时候,他的思绪总会特别的清明,想东西也特别通透。 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李玉成的思绪。 李兄弟在吗? 在,请进。 李玉成平淡地说道。 厨掌柜胖乎乎的身躯进入房间,脸上总是带着职业性的笑容。 李兄弟,这个房间可住得惯吗? 这个房间是厨掌柜特别为李玉成准备的下房,即便是熊家五兄弟,他都安排了中房,唯独李玉成,他安排的是下房。 屋内除了一张床和一对桌椅之外,别无他物。 李玉成不喜欢商人,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在他看来,这些商人全都将自己隐藏在一张虚伪的表皮下。 相较而言,他反而更习惯白晨那种爱憎分明的形式作风。 如果他喜欢你,绝对不会和你弯弯弯道道。 如果他要是讨厌你,也绝对不会虚与威夷。 还行,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不过是一个下人,自然不会奢求金玉满堂。 倒不是说李玉成真的能够忘却以往的荣华富贵,只是他现在已经认清现实。 哪怕白晨真的给他来个金玉满堂,李玉成也不敢受用。 老夫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如你这般不求名利,以为能有一顿饭便满足了。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是何等的幼稚可笑? 小兄弟年纪轻轻,却又出众天赋,何愁不能出人头地呢? 哦,储掌柜知道在下所求何物吗? 老夫怎么猜得透小兄弟心中所想? 不过老夫觉得,追随什么样的主子才是最重要的。 如若老夫当年没有选择追随老爷,恐怕现在还是个在港口搬货的命。 那储掌柜以为在下呢? 储掌柜以为李玉成动心了,脸上故作犹豫,可是心中早已确定要说什么。 老夫官小兄弟你,实乃人中龙凤,至于你家少主,说句不中听的话,不论各方面,他都比不上小兄弟,如若非要说比。 那也就是他的出身比你好,可是他有如此好的出身,却不懂得好好利用,在老夫看来,即便他长命百岁,也是一生庸碌无为。 储掌柜在观察李玉成的脸色,在推算他此刻因为自己的话是会动怒,还是欣喜。 不过李玉成的表情却让储掌柜失望,因为李玉成没有动怒,也毫无欣喜。 甚至李玉成在扫了眼储掌柜后,还带着几分鄙夷的眼神。 储掌柜看人真是准。 储掌柜顿时皱起眉头,他一生观人无数,自问观人面色,至少也能推断个九成九。 对于一个出出茅座的小子,更是手到擒来,可是在一番交谈后,他居然分辨不出李玉成最后这句话的意思。 是在赞同自己,还是在嘲笑自己? 储掌柜一时愣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接李玉成的话。 储掌柜请便吧,在下要休息了,明日还要赶路。 一个连白晨的本质都看不穿的人,居然还想要拉拢自己。 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这么容易哄骗吗? 荣华富贵,此刻的李玉成对于所谓的荣华富贵真看不上眼。 至少,跟在白晨的身边,他所能给予自己的,远非其他人能够想象的。 自己的父亲为什么非要让自己吊灼白晨? 当然不只是责罚自己。 因为自己的父亲知道,如果说这个天下,谁能够真正地指导自己,无疑就是那个小子。 李玉成并非一个被没头脑的人,相反,他比大部分人都要聪明。 之前他还处于失败的阴影中,所以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父亲所做的决定,有什么深意。 当时还理所当然地觉得,或许白晨这般羞辱他,折磨他,不过是受了自己父亲的命令。 可是如今想来,这其中并非没有深意。 也许,在白晨的身边,才是自己最后的出路。 也许,自己的父亲并未对自己真正地放弃。 李玉成又想起老皇帝说过的那句话,得辞职者得天下。 可是自己此刻,不正是变相地得到他吗? 或许当时父亲口中的意思,并非是得到他的辅佐,而是得到他的指导。 过去的点滴与如今的种种境遇,并未让李玉成意志沉潇,反而激起了一丝的期望,还有一往所没有的斗志。 至于储掌柜的话,对李玉成来说,就是个笑话。 这天下间,能够让我李玉成低头的人只有两个,其他人没这个资格。 怎么,失败了吗?白面公子看着满脸晦气的储掌柜。 在他前去说服李玉成之前,他可是志得意满,愁愁满志。 那小子太狂妄了,要不就是野心太大,老奴便是放下身段,他也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态度,少主,这种人即便留在身边,也未必是好事。 桀骜不驯不是坏事,只要他能认清自己,而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只要懂得如何驾驭,反而更增助力。 少主,您说会不会是那个姓龙的小子故意装疯卖傻,在我们面前藏桌? 储掌柜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不可能,我这几日已经多番探查过了,那小子的确是个愣头青,甚至连一些粗浅的江湖行话都弄不清楚。 白面公子非常的自负,骨子里带着一种桀骜。 不得不说他的性格,他的自信都与李玉成很像。 虽然他们两个几乎没什么交集,可是他们都是同类人。 他们有高人一等的出身,又有着高人一等的天资,同时他们还有高人一等的傲慢。 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推断,在他们看来,全天下人都错了,他们也不会错。 白面公子瞥了眼储掌柜,平淡地说道,慢慢来,不着急,却往属地的路程还藏着。 两人正聊中,突然白面书生的脸色一变,出来。 同时手中的茶杯滑破空气,朝着屋梁上射出。 而茶杯中的茶水,却一滴都没有遗漏。 一双玉手出现在急射而来的茶杯,轻轻一握,将茶杯握在手心中。 多谢玉面公子赐饮,小女子感激不尽。 一个身穿粉衣的女子,如天女落尘般,从房梁上慢慢落下,身姿轻盈如风,说不出的飘逸。 妖花,莫不是又空虚寂寞,缺男人了吧。 玉面公子冷笑地看着来者,言语更是刻薄嘲讽。 妖花却是丝毫不以为意,反正她在江湖上的名声,便是以放荡闻名。 小女子刚才听你说那个姓李的小子,不如就让小女子助你一臂之力,如何? 不劳你费心了,玉面公子冷哼一声,被妖花俘虏的男子,还能为自己所用吗? 没什么费心不费心的,不过是个出出茅庐的小子,何况你我也算旧时,这点忙小子自当相助,处服,去为我准备一间上房,本姑娘这段时间的住行便由你负责了。 妖花很有宣宾夺主的意味,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拆遣起储掌柜,也是一点不含糊。 储掌柜却是一脸为难,宣小姐,这家客栈总共就两间上房,都让那姓龙的小子,还有他身边的两个女子住了,小人便是有通天手段,也变不出空余的房间啊。 储伏,你与他啰嗦什么,他若要留,让他自己想办法。 玉面公子冷声哼道,显然是对自己的奴才对其他人趋意迎合,很是不满。 储掌柜是心中苦涩,他们这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虽然自己奉玉面公子为主,可是若是妖花要整治他,那就是一根指头的事,储掌柜怎能低着头装老实。 哥哥,倒也不为难你了,不过这上房,本姑娘是要定了,妖花瞥了眼玉面公子,难道玉面公子觉得,小女子想要的东西会得不到吗? 玉面公子冷哼一声,不过心中还真差点忘记了。 妖花对付男人的手段,那个住在上房的小子,恐怕被誓要一个晚上无处可去了。 你要如何对付她是你的事,不过不要伤了她的性命,毕竟她手中的官刀令牌,可以让我们早日到达属地。 既然是玉面公子吩咐的,小女子自当从命,说吧,妖花又是一阵长吟轻笑,转身变出了客房。 储掌柜看着妖花离去,低声说道,少主,要不要老奴去盯着点,若是这妖女害了那小子性命,我们这一路上又不知道要耽搁到什么时候了。 不用,那妖女虽然放荡,可是做事还是分得轻重。 她也想早日赶到属地,自然不会胡作妄为,玉面公子顿了顿。 又道,这妖女恐怕也是冲着英雄种来的,近年来她一直在压制修为,所图得甚大,不得不防。 第二百三十三章引诱,扣扣,白晨听到门外传来轻柔的敲门声,她很容易便可以辨认出,这绝对是女人独有的敲门方式。 不管是多注重仪表,多有修养的男人,他们的敲门方式都是关节处敲门,而且敲门的力道也偏重。 只有女人会刻意地保护指关节,而以指被敲门。 伤队里除了丑白欣和洛仙,倒是还有几个随行的雏娘。 除了野外吃饭的时间,白晨实在没兴趣与她们做更多的交流。 白晨理所当然地认为,敲门的是丑白欣或者洛仙中的一个。 这么迟了,难道她们不知道男女有别吗? 白晨很是纠结地打开房门,看到门外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子。 一个美丽动人,妖娆多姿的大美女。 啪!白晨直接把房门关上,没有任何的设想,这女子要么走错门了,要么就是不怀好意。 当然了,或许她真的是空虚寂寞冷,找男人抚慰的。 不过白晨现在属于能看不能动的状况,先不说这路边野花能不能踩的问题。 但是内宫心法所现,只要干出什么出格的事,那就是完命。 腰花原本还摆出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站在门口,她自信天下间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 特别还是个矛头小子,只是这位矛头小子似乎是太激动了,居然激动地给他来了个闭门羹。 不过腰花还是沉着性子,这种情况不是她第一次遇到。 记得上次也有个男人,似乎也是因为太激动了,以至于身体失去控制地关上门,不过不出时期的时间又打开了。 1,2,3,腰花默默地倒计时着,8,9,10,开门。 只是,房门依然紧闭,白尘显然没打算开门。 腰花的脸色有些难看,这是她第一次失算,心中重新计算起来。 看来还是小瞧了这小子,居然还有这种定力。 腰花的阴沉脸色很快就被掩藏起来,再次换上那副春风洋溢的笑容,同时再次敲了敲门。 白尘再次打开房门,上下地打亮着腰花。 眼前这位惹火的女人,难道不知道她这样出现在别的房门,实在是扰人清梦吗? 难道她不知道,就因为她的出现,自己今晚又要春梦了无痕了吗? 美女,这大半夜的在外面走动,很容易招狼,自重自重。 腰花双眼水汪汪的看着白尘,那迷人的眼眸中都要滴水一般,看得白尘一阵心缘一马。 公子,小女子独自一人出外,这夜深才赶到镇子上,进了客栈才知道已经没有空房。 公子,不介意小女子在这将就一晚吧。 腰花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眼中还带着几分柔弱妩媚。 白尘抹了把嘴角的口水,是不是让你住一个晚上,想做什么任凭少爷我? 腰花的眼中露出一丝厌恶,不过脸上依旧妖娃妩媚。 公子,小女子是清白人家,不是你想的那种烟花女子。 说吧,腰花的眼角还不忘挤出两滴泪水。 能三更半夜敲一个大男人的房间,姑娘说自己是清白人家,未免太没说服力了吧。 白尘现在可以确定了,这妞要么就是来寻开心的,要么就是来求侮辱的。 腰花无语凝页,一般男人似乎根本就不会将重点放在自己的出身吧。 那些个男人见了自己,哪个不是猴急的跟吃了春药一样? 怎么这小子就跟个愣头青一样? 难道,难道他还是个厨? 腰花不禁打亮起白尘,白尘现在已经很火大。 人就是这样,越是明白纯洁的意思,就发现自己越是不纯洁。 任何事物都可以联想到不纯洁上去,更何况一个不纯洁的事物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有时候白尘真的很想豁出去,不过再一想,如果自己一夜风流了,第二天被人发现,死在床上,那绝对要丢脸丢死。 咱的幸福人生,绝对不是要以这样的悲剧收场。 公子,难道你就不能可怜一下小女子吗? 既然勾引不成,腰花立刻便更换战术。 这种乳羞未干的,出入江湖的小子,不是最喜欢性侠仗义,除强服弱吗? 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 姑娘,你知道一个女人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吗? 白尘心中想着,反正是睡不着了,不如就陪着这妞消遣消遣。 妖花冷笑,又是一个伪君子,明明就已经色欲冲头了,还要装出义正言辞的模样说教。 小女才书学浅,请公子赐教。 一个女人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她拒绝别人的时候,男人就喜欢听这个,姑娘如果愿意说一百声不要吗?在下就让姑娘住进来。 妖花的脸色铁青无比,如果这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被白尘耍了,那她就真的可以去上吊了。 公子就这般不尽人情吗? 姑娘,如果你想男人了,出门左转,第三间后住的都是男人。 如果姑娘是想睡一晚,楼下柴火间正好没人,如果姑娘既想男人。 又想睡一晚,白尘咽了口口水,姑娘可以去对面第五间,我们商队的掌柜就住那间,她看起来就是那种人傻钱多。 除了人长得略微对不起她妈,外,其他的都是上上之选,保准姑娘不会吃亏。 妖花此刻听得无名火气,这小子把本姑娘当什么? 她以前与玉面公子几次斗嘴,可是从来没吃亏过,怎么到了这个矛头小子面前,居然被说得颜面无存。 这让妖花第一次生起了,这小子看起来不像是表面那么简单的念头。 公子,在你的眼中,小女子便是这般不堪吗? 妖花开始抽气,肩上的沙衣轻轻一滑,白结稚嫩的肌肤表露出来,更是平添了几分楚楚。 同时在不经意间,玉纸抹过泪水,指尖微微一抖,暗藏在指尖的粉末与泪水浇混,散发着一丝淡淡的清香。 好香,白尘突然凑紧妖花,深深嗅了一下。 妖花心头一喜,终于还是中了自己的圈套,逼着自己出绝招,这小子也不是省油灯。 卑苏泪不愧为本门第一催情圣药,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抗拒的了。 妖花目光微微向下扫去,果然,就见到白尘某个地方很可耻地鼓起来。 白尘眉头皱了皱,虽然现在很兴奋,可是他还是没有失去理智。 这是卑苏泪吗?白尘一语道破玄机。 妖花脸色巨变,悍然看向白尘,显然是无法相信。 这卑苏泪除了本门中人,根本就没有其他人知道。 即便是玉面公子,也不知道卑苏泪。 可是这无名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进来吧,白尘突然让开一条路。 妖花此刻心情很复杂,他既然知道了卑苏泪,应该已经起了防范才对,为什么还让自己进去? 卑苏泪的可怕就在于,几乎没有痕迹地挑拨情欲,让中者根本就无法发觉,而且对于心智的影响极其细微,相比其普通的迷魂药反而有所不如。 可是一般的迷魂药只要心智坚定的人,不论多裂的迷魂药,也能强扛过去。 卑苏泪的药效委婉得多,就好像普通迷魂药是强迫人动情,而卑苏泪则是不断地进行心理暗示。 你想做什么?腰花惊疑不定地看着白晨。 你刚才不是很想让我做什么吗?现在怎么犹豫了? 也对,你们迷仙谷的女人,修的就是九妹功,在大圆满之前既要吸男人的精气,又不能破身。 白晨撇了撇嘴,腰花的脸色,终于无法保持平静。 迷仙谷向来一脉单传,而这个秘密也一直都是迷仙谷最大的秘密,如今这个秘密却被白晨一语道破,让她如何还保持平静? 江湖人都以为她腰花形还放荡,是个淫荡女子,却不知道一直以来,她都还保持着童子身。 腰花只觉得浑身冰冷,再不敢小瞧眼前这个小子。 她现在甚至怀疑,这会不会是玉面公子设的陷阱,估计引诱自己踏入陷阱。 对了,据说只要夺了你的头盔,便能功力大增,而且能够治愈一切的内伤,是吧? 小子,你等着,本姑娘与你势不两立。 腰花尖叫一声,转身便逃,多在这里待一刻,她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那小子给她的感觉太可怕了,这个掩藏至深的小子。 不论她的言辞,还是行为举止,都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不但知道了弥仙谷最大的两个秘密,同时还不惧悲苏类,甚至在倒破九妹宫的秘密后,居然还无动于衷。 如果这时候,她想要做些什么,腰花真没信心躲过。 对了,晚上睡觉前记得喝一碗莲子羹,能压一压你体内的悲苏类,免得今后的几日都没经历。 腰花的脚步一顿,然后更快地离去,白晨的这句话,简直就是对她更大的羞辱。 靠,怎么莫名其妙就钻出个妖女来,没事就来撩拨我,白晨心里暗骂了一声,果然哪里都有江湖,哪里都是江湖。 即便这个看似普通的行商队伍,实际上也有着江湖的背景。 其实白晨也早就看出来了,商队里隐藏着不少高手,只不过他们对自己一行人没有恶意,所以也就装傻冲愣了。 第234章渡河 一日 师傅,你昨晚没睡好吗?洛仙看着车厢里的白晨,正窝在车厢里补觉。 一般来说,白晨是最懂得如何休息的,或者说是最懂得偷懒的。 用白晨的话说,能坐着就绝对不站着,能够躺着的就绝对不会坐起来,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是思考人生,睁着眼睛的时候是望穿秋月,看尽风花。 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想象,他也会有睡不好的时候。 白晨趴在车厢里,疲倦地挑了挑眼皮。 一般来说,男人想的事情总比女人想得更深入,所以难免影响睡眠。 你看小李子,不也是一副要死的模样吗? 师弟,你昨夜也没睡好? 李玉成狠狠瞪了眼白晨,问你师父去。 白晨睡不着,居然大半夜拉着自己练舞对招,这是人该干的事情吗? 白公子,昨夜可是没休息好。 这时候,楚掌柜挺着大肚子走到车厢前,因为商队马上就在启程,所以楚掌柜需要前后的检查照应。 听她的语气里,似乎带着一点玩味,可居的笑容里,总是透着一股精明气味。 在楚掌柜想来,白晨这种疲惫之色,肯定是昨天晚上被妖女戏弄了一个晚上的缘故。 不过她的这个想法很快就在妖花走到面前后改变了,因为妖花看起来比白晨更加疲惫,虽然脸上并无什么痕迹,依然完美地令人怦然心动,可是目光却是深深的无力,没有一点神采。 这就是卑苏类的副作用,一旦使用而没有吸收男子精气,就会受到反噬。 当然了,这可不是一碗莲子羹可以补得回来的。 楚掌柜看到妖花的时候,立刻就表现出满脸的惊讶与不敢置信。 不会吧,难道这小子真的如此勇猛,居然能够在妖花面前反客为主? 妖花埋怨地瞪了眼储掌柜,如果不是她,自己怎么会吃这么大一个亏? 对了,这位小姐如何称呼,昨夜跑到在下的房间,可是搅了在下的清梦。 呃,她,她是我们家的表小姐,昨夜在镇子上遇到的,正好也要去属地,所以今后都要跟随商队同行。 妖花哼哼地吭了声,美好气道,小女子宣九妹,见过白公子。 原来是宣小姐,昨晚得罪了,白晨嘿嘿地笑了两声,虽然她能够道出悲苏泪和她的来历,可是对于迷仙谷的情况,却是一无所知,只能凭着直觉猜测,不是什么正经门派。 不过看起来这个商队似乎与之有所联系,当然了,这倒没有出乎白晨的意料。 毕竟昨晚宣九妹突然跑来敲她房门,白晨就觉得,这骚娘们要么真是空虚寂寞冷,要么就是来试探她的。 当然,白晨也懒得和她玩那么多门道,她想试探,那就给她试探好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与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宣九妹就没这么愉快了,对她来说,昨晚的一切,简直就是一生都抹不去的耻辱。 龙公子,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能好好相处。 宣九妹咬牙切齿地瞪着白晨。 像昨天晚上那样的相处方式吗?我喜欢。 白晨的这句话,知道的人咬牙切齿,不知道的人则是浮想连连。 我们走着瞧,宣九妹冷哼一声,愤然转身离去。 另一厢,玉面公子依旧在车厢中,过的是朝花夕梦的日子。 对于宣九妹的遭遇有所耳闻,不过宣九妹似乎对此事密而不宣,所以玉面公子也无法得知当夜的确切情况。 只是知道,似乎那天晚上,宣九妹吃了暗亏,这让玉面公子大为惊异。 能够让宣九妹吃亏,这实在是无法想象。 以宣九妹的心智,她不让别人吃亏就算好了,即便是玉面公子自己与她打交道,也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马虎。 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子,居然能让宣九妹吃亏,这不得不引起玉面公子的重视。 就在这时候,车厢外传来储掌柜的声音,少主,前面就是白朗河的桥被水冲垮了,需要下车过河。 嗯,我明白了,你去通知其他人吧。 玉面公子所指的其他人,自然是白晨一行人。 白朗河是一条阻截去路的大河,可是却非常浅,最深不到三尺,正常的水深也只不过沿到膝盖处。 玉面公子下了车,便看到远远的一群人,白晨几个正聚在一起交头接耳。 不经意间,玉面公子发现那个叫做龙啸天的小子正朝他这个方向望过来。 四目相对间,白晨很快便将目光偏离开。 这是他第一次与白晨目光接触,而他对结果非常的满意。 如果白晨是个心智坚定的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在自己的注视下屈服? 其实,白晨在看到玉面公子的时候,就觉得浑身难受。 玉面公子的眼神太妖了,特别是配上他那副白白净净的脸庞,还有湿了粉底的装束,让白晨觉得玉面公子看起来就像是个娘娘腔。 下河之前,把这个吃了,白晨给每个人的手里塞了一颗丹药。 李玉成先是在鼻子前秀了秀,这是玄黄丹。 我们又没喝酒,要这玄黄丹做什么? 洛先不解地问道。 玄黄丹不只是解救,还蛆虫,白晨瞪了眼中人,愣着做什么,还不吃了好赶路,还怕我下毒害你们不成。 别人是不怕,可是李玉成怕。 他这一路可没少受白晨折腾,现在白晨这么一说,反而让他有提起警惕。 前面的队伍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糖水过河,白晨等人也开始过河。 李玉成突然感觉水面下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脚下滑过,从触感像是鱼,不过感觉应该是小鱼。 由于刚下过雨,所以河水还很浑浊,看不起水下的动静。 就在这时候,前方的一个伤队的人叫了声,草,这是臭泥虫,骂的,什么时候臭泥虫还会咬人了? 然后就听到厨掌柜的声音,叫什么叫,赶紧上岸,和臭泥虫叫什么劲。 李玉成也感觉自己的脚踝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并未感觉不是,不过还是不想多待在河水里,快步地朝着岸边走去。 商队陆陆续续过了河,期间除了发现河水里混着臭泥虫咬人外,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李玉成抬起脚,发现自己的双腿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脓包,眉头不由地皱起来。 师妹,这臭泥虫是什么东西,怎么把我的腿咬成这样? 再看其他几个人,没一个人有事的,再接触到白晨那似笑非笑的目光,更是一阵郁闷。 白晨明显是早就估计到这个结果,所以提前给大家悬黄丹。 可是李玉成对白晨不信任,所以就没服那颗悬黄丹。 洛仙走上前,看了眼李玉成的脚踝,脸色瞬间就变了,千万不要运工,这不是臭泥虫咬的,这是毒泥虫。 洛仙的话音刚落,就听到储掌柜的惊呼声,少主,少主,你怎么了? 只见玉面公子脸色发紫,摊在地上不省人事。 李玉成收回目光,他,他怎么了? 这是一种罕见的毒物,只要运工就会催发毒性,除非你有三花俱顶的修为,不然的话,这种毒便很难抵御。 白晨撇撇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这时候,已经不只是玉面公子,商队里陆陆续续地出现昏迷的人。 这下储掌柜彻底慌了神了,整个商队总共150人,如今倒在地上的已经有60多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李玉成的脸色更是苍白,怎么会这样? 如果你不运工逼毒的话,至少一个时辰内不会毒发,一旦你运工,毒性就会在最短的时间流变全身,到时候再想驱毒就麻烦了。 白晨,你不会让我就这么死的,是吧? 李玉成很没信心地问道,其实他现在最想要的,还是让白晨亲自为他驱毒。 虽然洛仙的医术也很高明,可是他还是对白晨更有信心。 听洛仙吩咐,死不了你。 师父,我手上莫药,洛仙无奈地看着白晨。 白晨瞥了眼储掌柜的方向,洛仙明白白晨的意思,立刻走向储掌柜。 一般在外行商商队,肯定会有带大量的药槽。 这些是商队的必需品,就如同水和干粮一样的重要。 储掌柜。 原来是洛仙姑娘,实在不好意思,老夫这边出了点问题,无暇照顾你们,抱歉。 储掌柜说完,立刻又开始指挥没有中毒的人,将那些已经毒发的人安置好。 储掌柜,你可有枯叶草、百里香、兔子花。 有,姑娘要这时,储掌柜不耐烦地转过来,脸色焦急万分。 我刚才说的六种草药,其中枯叶草和百里香混淆在一起捣碎后,给那些被咬过的人涂抹上,至于那些毒发的人。 就用另外四种草药煎熬成汤服下,半日即可解毒。 只要没有用内力强行逼毒的,只要歇息一日就可无碍。 储掌柜一听,大喜过望,连忙道谢,多谢,多谢姑娘。 可否先给小女子一份枯叶草和百里香,我的师弟也中毒了。 应当,应当的,储掌柜连连道谢,也不敢耽搁,连忙吩咐随从按照洛仙的吩咐去办。 第235章求救,多谢洛,洛师姐,李玉成看着渐渐消肿的农包。 心里依旧愈禁难消。 洛师姐,这条河多有人过往,为何从未出世过,为何我们一来就出现这状况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能问师父。 毕竟是白晨最先发现问题的,所以也只有他解释的清楚。 你们闻到河里有没有一股怪味,白晨看了眼众人。 此刻他们并未远离白朗河,因为太多人中毒,所以他们只能在河边扎营休养。 耳边依旧河水滔滔,众人的心境也是略有起伏。 其他几个人都是一脸茫然,唯有洛仙闻到了,因为他本身就是学医的,对于这种味道比较敏感。 这是血泊精华的味道,奇怪,谁这么大手笔,往河里倒血泊精华,洛仙疑惑地说道。 血泊精华是一种名贵的血身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一千株血肾也只能提炼出这么一小瓶,一般有钱人身体犯虚。 都会服用一滴血泊精华,立刻便会精神抖擞,在京城的时候,我们洛仙管也存了一小瓶血泊精华备用。 洛仙顿了顿,又带着疑惑看向白尘,可是这血泊精华和这河里的毒泥虫有什么关系? 其实臭泥虫就是毒泥虫的幼年期,因为成长周期太长,再加上臭泥虫没什么滋味的能力,所以多数都会沦为其他鱼的食物。 一千只臭泥虫也未必有一只能成长成毒泥虫。 可是一旦成长成毒泥虫,不知道长出满嘴的疗牙,而且牙齿里还生出毒性,成为水中的杀手。 而这血泊精华最大的功效,就是催熟毒泥虫短短一两日的时间,便能将一条河里的臭泥虫变成毒泥虫。 众人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为何在对岸的时候,白晨会要每个人都扶下玄黄丹。 师父,既然你早就知道河水发生异变,为何不通知他们? 李玉成对愁白心的问题却是置之一笑,显然是明白白晨的意思。 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伙人,虽然一路上相安无事,可是不代表对方就没有对他们产生戒备。 贸然给他们每个人发一颗玄黄丹,哪怕说得再清楚,他们也未必会相信,反而会产生怀疑,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事情发生。 白晨呵呵笑了笑,我没那么多玄黄丹,李玉成只当白晨是掩饰的话,并不以为然。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不过营地依然忙碌着。 洛仙正好休息,这时候帐篷外传来储掌柜的声音。 洛姑娘,洛姑娘,洛姑娘可曾休息了,老夫处服。 洛仙本来不想搭理储掌柜的,可是储掌柜似乎完全没有离去的意思,一直就在帐篷外轻轻地叫着,吵得洛仙不得安生。 储掌柜,您不知道现在已经夜深了吗?洛仙冷着脸掀开门帘,看着储掌柜。 洛姑娘,老夫也是逼不得已,能不能请您一架,去看看我家少主。 你家少主怎么了?洛仙皱了皱眉头。 我家少主也是中了河里那些虫子的毒,可是老夫按照洛姑娘的吩咐,给少主敷上药,也灌了两份药汁,就是不见少主好转。 所以请洛姑娘帮帮忙吧。 你家少主现在还是下午那样? 储掌柜艰难地看着洛仙,感觉,感觉更差了,气若油丝,双瞳泛白,就好像,就好像将死之人。 洛仙一听脸色骤变,不敢有半点耽搁,连忙随着储掌柜去。 进了帐篷,就看到玉面公子的脸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嘴角抽动着,身边一个侍从,不断地擦着玉面公子流出来的唾沫。 洛仙连忙上前,抓起玉面公子的手腕枕脉。 储掌柜秉着呼吸,大气也不敢喘,战战兢兢地看着洛仙。 毒气宫心,洛仙惊疑不定地说道。 毒泥虫的毒性虽然奇特,却不猛烈,就比如说今天还有不少人一样被咬,可是并未出现中毒的症状,只有那些被咬的次数很多的人,才会出现中毒症状。 就比如说李玉成,虽然被咬了不少,可是也只是略微地感觉到难受。 伤队里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并且经过洛仙的指点,并没有出现死亡的例子。 储掌柜一听到毒气宫心,顿时眼前一花,身体晾腔着就要摊地上。 毒气宫心,那就和伤及心脉一个概念,也就等于是没救的意思。 奇怪了,便是他运功逼毒,也不会有这种迹象才对。 洛仙惊仪不定地转过头看向储掌柜。 储掌柜,我要你老实告诉我,你家少主中毒之后都干了什么? 储掌柜面有难色,少主中毒后,在洛姑娘未来之前,就想以内力将毒逼出来。 只是这期间昏厥了一次。 醒来后,我就按照洛姑娘的方法。 将解药喂给少主喝下,开始的时候少主的脸色还有所好转,可是临近傍晚了,少主的身体突然恶化,脸色就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我只当是少主中毒太深,又喂了一碗解药。 可是少主完全喝不下去,喝了又吐出来,我无奈只能点了少主的谈中穴和小回穴,以助少主将解药服下,可是少主始终不见好转。 洛仙几乎要被储掌柜气晕过去,双眼愤怒地看着储掌柜。 你难道没听我下午说过,我所提供的那副解药,只能对没有运工逼毒的人服用吗? 你在发现你家少主运工逼毒的时候,为何不来找我?还有你知不知道中毒的人? 只要读没有趋近是绝对不能点谈中穴的。 人的周身百穴四肢百骸是一个周天循环,而谈中穴是唯一靠近心脉,却又不连接心脉的穴位,所以一般人中毒。 毒素都不会流入心脉造成毒气攻心,可是一旦谈中穴被点,那么周天循环便被打乱,原本应该流经谈中穴的毒素便会改到经过人中穴,百慧,天机,最后流入心脉。 除掌柜听得手脉冰冷,他虽然修为不俗,可是实际上他对商道比武道更加了解,在他看来,武功不过是安身立命的本事,而商道才是他建功立业的正途。 对于这种偏文的学问,他更是不明所以,此刻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 哎,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给你家少主准备后事吧,洛仙叹了口气,此刻说再多也是无用。 储掌柜扑通一声,跪在洛仙面前,洛姑娘,求你救救我家少主吧。 储掌柜,不是小女子不想救,实在是回天乏力,你家少主毒气攻心,恐怕神仙难救,怪也只怪他自己命不好,摊上这么个半是糊涂的奴才。 不会的,我家少主洪福齐天,曾经有个大师为少主补挂算命过,说他有朝一日能够问鼎江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 怎么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储掌柜依然不肯接受现实,脸上早已老泪纵横,说不出的凄凉。 这补挂算命怎能作数,洛仙苦笑地摇了摇头。 不,补算子大师绝非虚言,他算准的事就绝对会发生。 嗯,补算子,洛仙听说过这个人。 据说他是鬼谷子传人,通晓命里,算人运成奇准无比,从未有过一粒失算的例子。 如果还只是传闻的话,洛仙还未必会相信。 可是就在他来京城之前,途经封城之时,正巧遇到补算子,而他有幸成为补算子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并且还得到了补算子的提点。 补算子为他开了一挂,说他有玄虎之心,又有黄白之臭,如果向西,付出一个月便要命丧黄泉,可是如果向北,那么便能遇到大贵人。 原本洛仙自然是将信将疑,虽然不确定向西或者向北的结果是否如补算子所说,可是他还是选择了向北,没想到北上京城,便遇到了白臣。 虽然他一直都没与旁人提起,可是他却对那个补算子深信不疑。 如今听楚掌柜说,他家少主居然也得到过补算子算命,顿时信了三分。 补算子大师还有对你家少主说什么? 补算子大师当时为少主算命,老夫也在当场,补算子大师给了少主一首诗,江湖多凶险,避水藏毒心,掏生白光线,妙手藏天机,艰险风图露,问鼎遥可及,日月星辰下,世上再无敌。 耳边依既依旧河水滔滔,洛仙的思绪却开始回转,因为补算子给玉冕公子的寄予失踪,似乎已经算到了他的这个劫难。 同时还隐晦地指出其救命之人,掏生白光线,妙手藏天机。 难道这两句中,所指的人是师父? 或许,或许有一个人能救你家少主,洛仙也不是很肯定地说道。 谁?除掌柜心头一洗,立刻擦干眼泪站起来,双腿还在微微地颤抖着。 我师,我家少爷,洛仙差点顺口把实话说出来,不过还好他改口得快,在商队里,他们都称白晨为少爷。 用白晨的话说,他就想当个少爷,一个整天无所事事惹是生非的少爷。 谁?除掌柜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再次问道。 第236章拖时间,当洛仙再次回答的时候,除掌柜已经有骂娘的冲动。 这不是耍他吗?就凭那小子德行也会医术。 而且还要有逆天的医术,这不是开玩笑是什么? 如果那小子会医术,自己都能当药王谷一先了。 洛姑娘,你是不是搞错了? 除掌柜为难地看着洛仙。 洛仙瞥了眼除掌柜,如今能救你家少主的,除了我们少爷之外,再无第二人。 如果你想救你家少主,就去将我家少爷请来,或者是让你家少爷等死。 洛仙有些不快,除掌柜的脸色显然是在嫌弃白尘。 而他最不喜欢的便是这种表情。 当初在洛仙馆的时候,如果遇到自己治不好的病,请白尘出手的时候,对方如果露出这种表情,洛仙也不会做更多的解释,让他们自己选择。 天下间想求白尘出手的人,多如牛毛,也不差他们少主一个。 白尘的名声,也不需要靠着救某个人来积累。 说吧,洛仙便掀开门帘离去,除掌柜也看到洛仙不悦之色,连忙追出帐篷。 洛仙姑娘别生气,老夫这便去请龙少爷,除掌柜现在的心情非常矛盾。 一方面他对白尘的医术非常质疑,可是另一方面又无路可走。 就好像是一个重病患者,面前摆着一副没用的药一样,到底是不吃等死,还是吃了后更加绝望地去死。 这是个两难的抉择,除掌柜心中叹了口气,最终还是决定,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将白尘请来,进人室,听天命吧。 除掌柜快步地来到白尘的帐篷外,这些营帐是专门给白尘等人配备的。 像商队的其他人,甚至只能以天为备地为席,此刻还未进入下暑,夜晚的空气里还带着几分阴雨之后的凉意,几个大汉几个大汉都是靠在一起取暖歇息,面前生着火堆。 像白尘等人这样天天有人伺候的,根本就没有其他人有这种待遇。 龙公子,龙公子。 除掌柜叫唤了一阵,李玉成突然掀开门帘,黑着脸看着除掌柜。 李玉成发现,自己又被白尘坑了。 难道他一天不算计人,就不舒服吗? 除掌柜。 李兄弟,怎么是你,你家少爷呢? 除掌柜恶然看着李玉成。 除掌柜有何事? 我家少主中毒了,如今性命堪忧, 诺姑娘说少主的毒,只有你家少爷能解,所以老夫想请龙少爷帮忙。 李玉成突然转身钻入帐篷内,过了半想从帐篷内出来,这颗丹药给你家少主服下。 除掌柜接过李玉成丢过来的锦盒,打开还没来得及看,就感觉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李玉成也被那股气味熏得连连退后,他心中那个火大,傍晚休息前,白尘突然找到李玉成,随手就丢给李玉成这个锦盒。 说是里面有个解读单,李玉成本来还以为白尘真的这么关心他。 李玉成还在心中暗自感激了一把,顺口还问了什么时候服用,白尘回答他,如果晚上发生什么意外就用,同时还很关心地对他说,李玉成的帐篷漏风,未免着凉,所以呼唤一宿。 吓得李玉成一宿没睡,最初的时候战战兢兢,可是越想越是不对位,腿上的脓包都已经消退,体内毫无异样,心中正想着是不是又被白尘戏弄了,然后储掌柜就证实了他的猜想。 就算是傻子,也该明白白尘什么意思了。 李玉成心中暗骂白尘,看着储掌柜更是没有好脸色,拿着解读单快走,别扰了我的清梦。 这是解读单,储掌柜迟疑不定地看着李玉成。 如果说这是毒药他相信,解读单,什么解读单会发出这种恶臭? 那小,我家少爷说是解读单,那就是解读单,你若是不信,大可弃之不用。 可是,可是你家少爷连我家少主的身体情况都没见过,怎会配出这颗解读单? 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从储掌柜背后传来,这是十三阶的恶手复心丹,可解天下奇毒,储服,你若是不要,可以送给我。 储掌柜没见识,不代表就没有识货的人,宣九妹便是其中一个。 看着那颗乌七八黑的丹药,散发着浓浓恶臭,可是这都不妨碍他的神奇功效。 十三阶,储掌柜手头一抖,差点没将丹药掉到地上。 李玉成也是惊呼一声,心中暗叫失算。 他都不知道,白晨给他的居然是十三阶的丹药。 可是老夫没听说过,十三阶的丹药会发出这种恶臭,储掌柜还是有所怀疑,毕竟是从宣九妹的口中说出来的,让他不得不慎重对待。 宣九妹与玉冕公子可不是好朋友,虽然算不上生死大敌,可是也是处于竞争状态。 真没见识,你家少主怎会有你这种毫无眼界的奴才? 宣九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那这颗恶手复心丹可以解少主身上的毒? 不能,洛仙也已经来了,不过这颗恶手复心丹可以助你家少主撑过今夜。 十三阶的丹药都只能让少主撑过今夜,储掌柜满脸的失望。 本以为这颗丹药可以彻底地解读,谁知道居然只能保住一夜性命。 那小子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家少主死活,今夜都不要去打扰他,有什么事等明日再说。 宣九妹说道,看来他对白晨的性格也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哼,好大的架子,储掌柜哼了声。 只是他的这句话立刻引来落先的不满。 我们少爷就这脾气,储掌柜若是觉得我家少爷架子大,我们便就此分道扬镳,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 储掌柜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连忙解释道,洛姑娘,老夫一时失言,请勿见怪,老夫在此给你赔不是了。 洛先没应声转身便走,储掌柜无奈,此刻他在谁的面前都要装孙子。 不过储掌柜也不敢耽搁,带着恶手复心丹来到玉面公子的帐篷,看着玉面公子越发虚弱的气息,只能硬着头皮给玉面公子服下。 只是一惊入口,丹药立刻化水,紧接着便是一股浓郁的香气喷笔而出。 好丹药,储掌柜低呼一声,这香气似是与之前的恶臭极其相似,心中隐隐有所察觉。 他曾经听人说过,其实有些药物所散发的臭味并不是真正的臭,只不过是药箱太过浓烈,以至于人的鼻子出现偏差,如今再看这恶手复心丹,心中才明白过来。 玉面公子全身毛孔都像是要迸发出药箱一样,脸上的暗紫色也渐渐褪去,呼吸也逐渐舒缓下来。 不愧是十三届的丹药,宣九妹不知何时已经跟进来,只是储掌柜一直都没有发觉,直到他出生才知道,那小子果然不是范范之辈。 储掌柜虽然警觉宣九妹在旁,可是还是仔细检查玉面公子的身体。 不用检查了,那小子说他能撑过今夜,必然就能撑过今夜。 话虽如此,不过储掌柜还是一夜的忐忑,只盼着日头早点升起。 一日,当白晨伸着懒腰,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只见门口一直站着的储掌柜,眼眶发青,双目无神。 这一个晚上他,都在照料着玉面公子,到了早晨的时候,就跑到白晨的帐篷外候着。 早啊。 早个屁,储掌柜心中咆哮不已。 你倒是睡得舒坦,老子一个晚上担惊受怕。 龙公子早,储掌柜的笑容比哭还难看,不知道龙公子有没有什么吩咐。 给我打盆洗点水,顺便给我弄点早餐,清淡点就好。 白晨理所当然地说道,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自己是谁,自己可是龙家大少爷,当然要有一副大少爷的样子。 一阵忙碌后,一直等到白晨吃完早点。 储掌柜这才进入正题,一脸忧虑的表情,看着就像是死了全家一样。 龙公子可回医术。 会一点。 储掌柜的也不知道白晨所说的会一点是谦虚还是真的只会一点。 只是此刻白晨就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只能硬着头皮道。 龙公子,我家少主昨日中毒,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去为我家少主诊治诊治。 人命关天的是,你怎么现在才说? 白晨一边铿锵义正地说,一边还不忘喝完最后一口新鲜的奶酒。 储掌柜一阵白眼,他就不信白晨现在才知道。 只是这时候,他是绝对不能说什么坏了气氛的话,只能在一旁陪哭又陪笑。 白晨倒是很大方,就好像他很好说话一样。 进了玉面公子的帐篷,发现洛仙正在给他做检查。 师傅,少爷,洛仙连忙捂住嘴巴,知道自己失言了。 储掌柜听督洛仙的失言,立刻就是精神一震。 弄了半天,这小子居然是洛仙的师傅。 储掌柜的心情立刻激动起来,一直以来,他都觉得白晨和他身边跟着的两个女子,不像是有什么一技之长。 两个女子都柔柔弱弱弱的,又不像是丫鬟,反而更像是侍妾。 可是,要说是侍妾,每天休息三人又是分房睡觉。 所以储掌柜一直都处于疑惑中,完全弄不明白他们的关系。 不过昨天洛仙表现出的医术,让储掌柜怀疑,是大祸人家专门培养出来的医师。 可是现在才明白,洛仙只不过是白晨的弟子,之前的种种疑惑此刻豁然开朗。 第237章妙手回春。 他的情况如何了?白晨看了眼洛仙问道。 储公子如今的毒气依然积聚在体内,不过因为师傅昨夜赐的丹药,所以暂时压制毒力发作。 只是随着药力渐渐退去,毒性又开始发作。 弟子昨夜已经用银针封住了储公子的气海,避免他在无意识的时候运工。 嗯,做得不错,看起来还能拖大半天时间。 白晨的话顿时引来洛仙和储掌柜的白眼,这大半天的时间有什么用? 储掌柜不理白晨调侃,默不作声地看着白晨。 洛仙看了看白晨,观察白晨的神色,师父可还有救。 白晨坐到玉面公子的身边,抓起手腕把脉起来,废点是倒也没到绝望的时候。 龙公子,我家少主可是毒气功心,宁可瞧准了。 储掌柜看白晨这般的漫不惊心,心中更加担心。 洛仙皱起眉头,不快地说道。 储掌柜,少爷既然如此说,那就必然有救。 你若是觉得少爷的医术不行,另请高明便是了。 不是不是,老夫失言了。 储掌柜真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子。 知道洛仙不喜欢听到贬低或者质疑白晨的话,偏偏还是不自觉地说出来。 从昨晚到现在,自己失言了多少次了,道歉了多少次了。 洛仙,把你的工具借我。 洛仙指了指放在一旁的工具箱。 这是白晨特别为洛仙做的一个医疗箱,里面装满了常用的工具和少部分药物。 白晨从医疗箱中取出一把支架片大小的刀片,在玉面公子的胸口轻轻一滑。 除掌柜看得心惊胆战,白晨这一滑,可是滑开一条半寸大的伤口,可是就是不见血流出来。 白晨跳开表皮,洛仙和除掌柜都伸头过去看,能够看清肋骨下的心脏,正在缓缓地跳动着。 其实除掌柜并非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只是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是他给别人开膛破肚的时候,唯独这次却没有一点血腥,皮是皮,肉是肉。 少爷,你这是怎么做到的?洛仙惊奇地问道。 只要认准了人身体的经脉血管,避开这些地方切开,就可以将湿血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对人体的伤害也会降到最低。 白晨不断地从医疗箱中取出一些奇怪的工具,对于洛仙来说,已经算是见怪不怪了。 可是对于除掌柜来说,却是惊喜连连,以往在他看来,杀人的手段,可是在白晨的手中,却成了致病救人的梁术。 师父,您这是做什么?洛仙看着白晨摁着玉面公子的胸口,许久不动,好像是在计算着什么。 洛仙一直从旁观看着,这也是每次白晨亲力亲为的时候,洛仙都不会错过的。 同时一旦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他都会主动询问。 以往的时候,白晨即便是亲自动手,也都表现得相当轻松随意。 唯独这次,白晨从动手后便没有开口说话,额头不断有细汗渗出。 洛仙也算是明白了,所谓的有点麻烦是什么意思? 在他的眼中,白晨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非常深的意义。 甚至有些时候,白晨主动切开一个经脉,就在洛仙忍不住惊呼的时候,就看到从切口处流出来黑色的毒液,然后又看到白晨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就将切口重新链接上。 每一个步骤都精细地让人叹为观止,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沉思良久。 楚掌柜此刻才明白洛仙口中,关于白晨的医术,为何会如此地推崇被制? 即便是他这个外行人都已经看得心悦诚服。 白晨就是手艺最精细的工匠,他可以将每一个细节处理得极致完美。 他就是追求完美的原艺师,每一个步骤都鬼斧神功般引人遐想。 再算时间,白晨的手突然松开,就在这瞬间,玉面公子的身体突然产生反应,身躯猛地弹起来,口中喷出一口黑色的,带着恶臭的淤血,紧接着身体一软,又昏死过去。 呼!白晨吐出一口浊气,这时候才有空擦了擦额头的汗剂。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得多,将伤口缝合。 可是,哪怕是这种简单的缝合,依然看得处掌柜眼花缭乱。 即便是已经多次观摩的洛仙,对于白晨的记忆依然觉得赏心悦目。 整个过程完美地让人找不出一丝瑕疵,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地方让人挑出毛病。 那就是在最后的时候,白晨用盖在玉面公子身上的被单,擦了擦手上的血迹。 对于白晨的这个坏习惯,洛仙也表示很无语。 每次白晨在面对病患的时候,总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医德和医术,可是他却经常用一些小动作来表达自己对某些患者的不满。 比如说现在,剩下的就我的事了,洛仙,给他开三号解读事迹。 白晨为了方便与洛仙的交流,所以将各类的药方或者药剂,编成数字,这样方便记忆。 即便很多时候,洛仙不知道是什么药方,也可以通过翻阅记录查找数字来确定药方。 龙公子,少主他没事了吧,储掌柜此刻还处于白晨医术所带来的震撼中无法自拔,难以想象自己有幸能够见到这种医术。 如果不是年龄不对,他甚至怀疑,眼前这人就是传说中的药王古一仙。 每天按照药方上的药服用三天,每天服用两副,三日后便能彻底恢复,不过这三天,最好不要颠簸赶路。 这,这会否耽搁了龙公子的行程? 无所谓,反正我们也不急着赶路。 不知道我家少主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储掌柜又问道。 你再数一百声,他就醒了,白晨笑着说道。 好了,你就留下来看着你家少主,我还要回去补个回龙教。 然后就听到帐篷内传来储掌柜很认真的数数声,落先疑惑地看着白晨。 师父,为什么我看那个储公子的气色,至少要十二个时辰才可能醒过来。 你说储掌柜数一百声就会醒。 为师现在要教你的就是,为师的话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的。 当然了,储掌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玉面公子一直到一日才醒过来,这段时间里,储掌柜的脸色始终未曾轻松下来。 这期间,储掌柜还为了请白晨前去检查玉面公子的身体,差点就要跪在地上。 如今他对白晨的医术再无疑惑,甚至于白晨说玉面公子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如果不放心就让落先去看看,储掌柜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非要白晨亲自去看过之后才算数。 哪怕是白晨只是把脑袋伸进帐篷里看一眼,都能够安抚储掌柜的不安心情。 玉面公子醒来后,储掌柜便偷偷地把白晨的事情说了一遍。 玉面公子的脸色始终沉着脸,他这几天可是完全将白晨当作一个一无是处的纹固子弟。 可是如今自己却要靠着一个纹固子弟救命,这多少让他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 不过他还是可以安慰自己,那小子估计也就医术拿得出手。 在江湖上,仅仅只是靠医术并不注意安身立命。 楚福,那个小子的医术真你有说得那么夸张吗? 少主,如果没有亲眼见过他的医术,是很难想象的,恐怕他的医术在江湖上也是屈指可数。 储掌柜每当回想起白晨治疗玉面公子的场景,心中便是一阵惊叹。 那你说,他有没有归附我麾下的可能? 不得不说,玉面公子的野心也是极大,在知道了白晨的医术后,心中顿时生起了一丝希望。 这种医术若是能够为他所用,那么必能成为他的一大助力。 少爷,老奴官那龙公子性格放荡,行事随意,恐怕难服管束。 其实,楚掌柜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人家的医术那么高,凭什么会投奔你麾下? 虽然自己的少主在江湖上小有名气,可是凭着白晨的医术,去到任何一个门派,都是礼遇有家奉为上宾。 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自然有资格桀骜不屑,如果他真的屈颜覆势,唯唯诺诺,反而会让我看不起他。 玉面公子理所当然地说道,不过他的医术不论多高,想要在这江湖活下来,就必须一副强者,捕蒜子可是为我算过一挂,我相信我会是他最好的选择。 玉面公子的语气,就像自己已经是天下第一了一般。 公子,如果,老奴是说如果,龙公子不愿意呢? 玉面公子的脸上闪过一丝煞气,天下间的天才何其之多,谁都不可能真正地搜刮为己用。 正当楚掌柜松了口气的时候,玉面公子又道,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我就必须牢牢地抓在手中,如果不能为我所用,那么就让他永远没可能被其他人所用。 楚掌柜的脸色微微抽搐,他知道这次自己的少主是认真的。 之前招揽李玉成的成羽败,玉面公子并未表露出这种语气,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李玉成虽然出色,可是并非无可替代。 但是白晨不一样,虽然他嘴上说白晨只会医术而已,可是实际上心中却是明白白晨的重要性。 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一个医术堪比一先的人物,同样也无法容忍这样一个人物出现在敌人的身边。 这个天下能够成为我敌人的人不多,可是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任何一个都不容小觑,我不想他们的身边出现龙啸天这种人,所以我必须防范未然,杜绝这种可能的出现。 第238章尔虞我诈,三天的时间很快变过去,这期间白晨去看了玉面公子几次。 每次玉面公子都对白晨抱以笑容,只是每次看到玉面公子的笑容,都让白晨非常的不舒服。 两人随意地聊了几句,只是玉面公子似乎对白晨的底细非常感兴趣,每次都要对白晨旁敲侧击。 每次交流后,玉面公子的那张俊脸就会越发地阴沉。 不识时务,不论玉面公子将姿态摆高或者摆低姿态,得到的答复都是拒绝。 商队已经开始启程,在储掌柜的眼里,玉面公子的身体渐渐地好转,可是心情却越发地阴沉。 少主,龙孝天至不在此,老奴觉得,我们犯不着去主动招惹他。 储掌柜不是第一次劝玉面公子。 玉面公子冷冷地扫了眼储掌柜。 庸人的想法,这种人物必须为我所用,只有我才有资格驾驭这种奇才,即便是让给别人,也只是辱没了他的才华。 储掌柜苦笑,自己少主的想法永远是这么的霸道。 不过这也是从小培养起来的,想一想少主背后的人,何尝不是如此霸道。 前面便是灵机山庄了吧,玉面公子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霾,去通知龙孝天,让他与我去灵机山庄拜会灵机上人。 龙公子,你看小女子的手指伤势如何,可会留下伤疤。 轩九妹将千千玉纸放在白晨面前,一副任君把玩的姿态,眉宇间媚态横生,语气也是刻意地嘟难装嫩。 而她的指尖上只是一个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小滑口而已,不过对于车厢内的两位主角来说,显然不关心这伤口是否有爱。 白晨轻轻地握着轩九妹的手掌,慢慢揉斧着,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伤口可是要小心处理,不能沾染了脏东西。 不然的话就不好处理了,等下我便让洛仙为你开一副药,需要按时服用,不然的话留下疤痕就不美了。 送上门的便宜不能不占,轩九妹打什么主意不重要,反正白晨与她又不是一路人。 至少表面上,两人都装作一副你浓我浓的姿态,轩九妹放荡白晨不羁。 狗男女,对于同车厢内的李玉成,就显得没那么愉快了。 看着两人旁若无人似的在她面前打情骂俏,换作是谁都不会舒坦。 明知道这女人不怀好意,还非要勾勾搭搭,而且还在不停地眉目传情,明明在互相地算计死对方。 可是只要眼睛眉瞎都看得清楚,这两人情意绵绵中又透着一股血雨腥风。 这简直就是一出相爱相杀的戏码,轩九妹目光流波带水,妩媚至极,多谢龙公子怜惜,九妹蒙的公子垂帘,心中不胜感激。 感激的话就免了,其实在下实在不值得姑娘感激,更不至于让姑娘以身相许,此生不渝,姑娘的手真漂亮。 宣九妹轻轻地收回手掌,不经意间,指尖划过白晨的掌心,带过一抹异样的触感。 几分柔媚,几分诱惑,眼中依旧不忘春色荡漾,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也能让她勾勒出无限遐想。 公子便这么喜欢轻薄小女子吗? 白晨本还想占点便宜,可惜手刚伸出一半便被宣九妹拦下,善善地笑着,送上门的便宜若是放过了,实在愧怼宣姑娘的美意,在下最喜欢成人之美。 小女子受宣若惊,恨不能与公子长相厮守,一生一威一起不离不弃。 长相厮守倒是可以,只是轩姑娘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能否别往在下脸上吹离风幽魂散? 哥哥,小女子只是看看龙公子能否抵挡得了这离风幽魂散罢了,绝无他意。 那现在的醉眼迷新烟呢,也是对在下的考验吗? 龙公子真是博学多才,小女子的这点看家本领在公子面前,真是不值一提。 李玉成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轩姑妹进到车厢的时候,白晨就塞给她一颗壁毒丹。 同时听着两人口中甜言蜜语和那些闻所未闻的迷药,让她额头冷汗直冒,若是没有那么壁毒丹,恐怕她就要当面出球了。 也只有白晨,才能这般漫不经心地和轩九妹勾心斗角,换作旁人,恐怕早已深陷轩轩九妹的阴毒招数里去了。 这时,车厢外传来储掌柜的声音,龙公子。 储掌柜,有事吗? 轩九妹掀开门帘,看着马车旁骑着马的储掌柜,显然是对这位不速之客的来访很是不满。 储掌柜看到轩九妹,愣了愣,表小姐怎么在龙公子的车厢中? 怎么?难道本姑娘在哪里还要你管束吗? 老奴不敢,老奴是奉少主的命令,向龙公子请安的。 同时问下龙公子,可愿意去前方三十里外的灵机山庄游玩一番。 灵机山庄的庄主灵机上人与少主正好有救,又是江湖民宿,所以想引荐龙公子与灵机上人相识。 嗯,灵机山庄,灵机上人,轩九妹的眉头微微皱了皱,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除掌柜。 灵机山庄有什么好玩的?白晨不喜欢去拜会什么民宿,自己与他非亲非故,去了难免还要行后备礼,所以根本就不愿意去。 储掌柜苦笑,灵机山庄也算是江湖上的名庄,好玩倒是不见得,可是凶险却是真的。 灵机上人精通机关巧述,同时还在庄中摆下了灵机十八井的机关大阵,据说只要能够闯过灵机十八井,便可以阅览灵机山庄的所有藏点,哪怕是闯不过。 凭着公子的衣术,也一样会被灵机上人奉为上宾。 李玉成瞥了眼白晨,他感觉到储掌柜这滔滔不绝的话语中,似乎极力想说服白晨,前去灵机山庄。 想必白晨也感觉出来了,只是不知道白晨会做何选择,是将计就计,前去灵机山庄逛一逛,还是置之不理。 这么说我是非去不可咯。 这,既然来了这地界,若是不去灵机山庄太遗憾了。 储掌柜目光闪烁,又不敢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被瞧出端移,委婉的语气里又带着几分迫切。 机关术嘛,似乎要看机关术的藏点,还是唐门的最正宗,白晨随意地说道,显然是不打算去。 李玉成听出白晨的心意,也从旁邦强道,是啊,正巧少爷与唐门也有些交情,便是去唐门要求看葬点,唐门也不会聚于门外。 唐门的机关术自然无需多言,不过灵机山庄能闻名于世,自然也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唐门所依仗的天机图,灵机山庄也有,而且不止一张。 嗯,灵机山庄有天机图,白晨眼前一亮。 如果说他现在最想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天机图。 他之前在与白小生对决的时候,已经在脑海中记录下了白小生的那张天机图,分解。 同时也让他明白了,这世界上还分布着许多其他的天机图。 而最让白晨在意的就是,天机图的注释中的那句话,这张天机图不属于这个世界。 也许得到更多的天机图,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线索。 李玉成很惊讶地看着白晨,难道天机图就这么吸引他吗? 只是听到天机图,白晨的语气立刻变了。 是的,灵机上人手中有天机图,这是江湖人都知道的事情,而且灵机上人也放出消息。 只要有人能够闯过灵机十八井,包括天机图在内,皆可介于一览。 除掌柜其实也非常的意外,原本他都打算放弃说服白晨了,却不料白晨在听说天机图后,立刻改了语气。 难道他这个外行人也对天机图感兴趣? 想到这除掌柜便觉得一阵好笑,虽然他对机关术一窍不通,可是也听说过天机图的神庙。 特别是在两个月前的蜀地那场巅峰对决,让世人都知道了天机图的玄机。 那再吓到真想去看看传说中的天机图,是不是真有那么晦涩难懂? 相信龙公子的盖世才华,必然会有收获,除掌柜的语气明显带着几分吹捧。 一个医师别说能不能看得懂天机图了? 首先那灵机十八景就没可能闯得过去。 灵机山庄闻名于是,除了灵机上人之外,更因为灵机十八景,被誉为与唐门的玄天侠齐名的机关镇,多少机关大师想要借此成名,最后都是杀鱼而归。 同时因为玉面公子与灵机上人的关系,所以除掌柜对灵机十八景也有一些了解。 灵机十八景在许多机关大师的眼中,似乎也就那样,好像从来没有人死在里面过。 可是除掌柜却知道,那是因为那些机关大师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进入灵机十八景的缘故,灵机十八景被设下至今,所有的闯关者最多只闯过第三关,而后再无法前进,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而真正的危险,却是在第三关之后,所以造成了灵机十八景不过如此的假象。 除掌柜心里也很期待,到时候看着白晨站在灵机十八景的第一关前面挠头的时候,会是何等的狼狈,同时还能折一折他的傲气。 事实上除掌柜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当初玉面公子也曾经以为天下间没有什么能够难得倒他,可是后来站在灵机十八景第一关的时候,他才明白什么叫做隔行如隔山。 第239章真正的用读高手,白晨做出决定了,除掌柜很快便让商队停下来。 然后白晨一行人与玉面公子各骑成一匹马,朝着灵机山庄去了,除掌柜则留下来看守商队。 当然了,还要多出一个宣九妹,他似乎也很想见识一下灵机十八景。 玉面公子与白晨并驾齐驱,虽然白晨很不愿意接近这个妖里妖气的娘娘腔,可是玉面公子似乎总喜欢往他身边凑。 龙公子,我听楚掌柜说,你在听说灵机山庄有天机图后,就想去见识见识,可是学过机关术? 呵呵,看过几本相关的典籍,白晨笑了笑,随口地打发玉面公子。 若是龙公子对机关术有兴趣,不妨去在下府上,府上倒是也收藏了几套名家大师的手书或是绝稿,玉面公子依然没放弃拉拢白晨。 只是白晨的态度依然坚决,回复玉面公子的拉拢也只是敷衍了事。 呵呵,改日若是有机会,自会登门求教,只希望楚公子到时候莫要拒绝才好。 楚某就恭候龙公子大驾了,玉面公子轻笑着,眼中带着几分阴霾。 被人拒绝的滋味并不好受,特别是被接二连三的拒绝,更是让玉面公子感觉面上无光。 后面好像有人叫我,就不叨扰楚公子了。 白晨找了个借口,便侧过码头转身离开玉面公子的身边。 宣九妹驾马迎面走来,宣九妹目光依旧闭波荡漾。 白晨都怀疑,宣九妹是不是真的这么即可,她似乎永远都有使不完的骚气。 这几日在商队里走动,将商队里的那些男人惹得神魂颠倒,只怕她一声令下,便能为她粉身碎骨一般。 当然了,宣九妹不只是风骚入骨,她的手段同样让人防不胜防。 哥哥,龙公子,这么快便想小女子了吗?也不多陪我表哥多聊几句,待会儿她又要抱怨小女子坏她的事了。 两个男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只会聊到两个话题。 哦,愿文奇详,一个是女人,还有一个是战争,白晨调侃的笑道。 那你刚才与表哥聊的是女人还是战争? 你表哥想请我喝酒,可是我说要喝酒自然要去青楼喝花酒,你表哥不愿意,说他只请喝酒,没说要请喝花酒,于是我们没谈拢,看起来你表哥还在前面生闷气呢。 宣九妹对白晨胡言乱语的认知又上了一个台阶,果然,从她的嘴里永远不可能听到中听的话。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玉面公子肯定又被她气得不轻,更何况玉面公子气量本来就小。 其实我表哥这个人,因为从小到大,家里人都宠他,所以难免就有那么些自以为是,总觉得不管什么事,人人都要顺着他。 那如果不顺着他呢? 表哥在江湖上闯荡了多年,难免沾染了点江湖人的脾性,亦有什么不顺心的,便是喊打喊杀。 杀人啊,好吓人,他不会因为这事,就要杀了我吧。 咯咯咯,轩九妹一阵花枝乱颤,笑声银铃妖媚,听得白晨一阵苏鼓,瞧你吓的。 呵呵,我这个人胆小,经不起下。 轩九妹眼眸中明慧光芒微微闪动,凝视着白晨,就似要将她看穿,龙公子可不像是胆小的人,小女子更好奇,若是有人要杀龙公子,龙公子会如何反应? 白晨将头撇开,让轩九妹看不到她的眼睛,沉默半想又转过头,恢复了嬉笑的表情,在下是真的胆小。 特别是以前遭过罪,差点把命给完丢了,所以自那以后,我就特别小心,一旦遇到性命之忧,我是绝对不会去冒险。 小女子怎么没瞧出龙公子有多小心,至少小女子看来,去灵机山庄就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白晨嘴角微微扬起,轩九妹突然感觉心头一跳。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白晨的这个笑容,轩九妹感觉到一种危险。 即便是她也没明白,为什么会生起这种感觉。 眼前这个小子只不过医术了得,自己这些天不断地试探她,都没有发现她有练功的迹象。 而且手掌也是极为白晋,没有一点五夫的老茧。 除非这小子和玉面公子一样,都喜欢保养皮肤。 轩姑娘,你觉得这世上用读最高明的是什么人? 自然是苗人。 不,应该是药王谷的那帮人,白晨微笑地说道,一个高明的医师,就必定是一个更高明的用读高手。 可是轩九妹却显得不以为然,带着几分嘲讽地看了眼白晨。 这么说龙公子也是个用读高手咯。 还算过得去吧,白晨没有否认。 那为何这几日我与龙公子的玩闹? 龙公子都只是防御,从来都未曾反击。 轩九妹冷笑不已,在她看来白晨只是死鸭子嘴硬。 轩小姐,我们要不要来打个赌? 白晨依旧是那副淡然的笑容,就好像没听出轩九妹话语中的冷嘲热讽。 打什么赌? 轩九妹瞥了眼白晨,很想看看白晨又耍什么花样。 呵呵,就赌轩小姐的性命好了。 轩九妹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冷冷地看着白晨。 龙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证明给轩小姐看而已,此刻轩小姐下马走上十步,若是轩小姐还能安然回到马背上,便算是在下输了。 如果我没回马背上呢? 那在下只好说声对不起了。 轩九妹此刻在看白晨那平淡如风的笑容,却感觉一阵凉风冷意。 心中开始忐忑起来,因为白晨的目光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随意。 他绝对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这是一个是人命无误的眼神。 轩九妹突然想起来前阵子听过的一个传闻,在蜀地巅峰对决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小插曲, 物魁便曾经在没有任何前奏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杀死了一个江湖高手。 不经意间,轩九妹的额头开始渗出细汗,他甚至不敢去接触白晨的目光。 突然,白晨爆发出一阵大笑,看他前辅后仰的笑姿,就好像是被什么逗笑了一样。 看吧,轩小姐吓得,在下不过是和轩小姐开个玩笑而已,我若是有这手段,早就天下无敌了,怎么可能还像现在这样默默无闻。 原本凝固的气氛骤然冰势,轩九妹却像是恍若心生,再不敢小觑白晨。 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白晨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自己刚才下马走十步,也许,也许真的会命丧黄泉。 哥哥,龙公子,这种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下次别和小女子开这种玩笑了,小女子胆子小,经不起这种吓唬。 这道路真是崎岖难走,这灵机山庄怎么会溅在这种深山老林里,还好有坐骑待步,轩小姐可别下马弄脏了鞋子。 轩九妹只觉得身体一僵,呼吸都变得不顺畅,在侧目看向白晨的时候,发现她已经侧马回到自己同伴身边去了。 师傅,你与轩小姐聊什么聊得那么高兴,洛仙和丑白晨已经驾马走到白晨面前,其他几个人也快马加鞭地追到白晨身边。 我估摸着那个轩小姐被你们的师傅警告着,李玉成虽然没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可是却看到轩九妹那僵硬的表情。 没,轩小姐估计是看上我了,刚才问我可有心上人,我说了实话,她此刻正独自伤悲中。 众人当然知道,白晨是在胡说八道,不过还是暗自佩服白晨。 轩九妹这几日来的风骚表现,实在是让众人非常的抵触,特别是丑白晨和洛仙两个女孩。 或许是女人天生的仇恨,所以对于轩九妹更是没有好脸色,可是对她又没任何办法。 因为她们面对巧舌另立的轩九妹,实在不是对手。 平日里偶尔的几句交谈,都会让她们不明不白地吃一个小亏。 不过今天白晨总算帮她们报了仇,血了尺。 也只有白晨才能整治得了那个妖女。 经过一个时辰的路程,众人来到灵机山山脚下,灵机山看起来并不高,更像是个土坡,看来两三个钟就能登顶的样子。 山顶处可以看到一片红砖白墙围绕的庄园,众人一边欣赏沿途景致,一边朝着近在咫尺的灵机山庄看。 灵机山庄的门外并无人把守,众人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进了山庄内部。 灵机山庄与普通的庄园不同,因为灵机山庄看起来就像是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一边是穷楼高阁,鸟语花香,小桥流水间散逸着一丝诗情画意。 一边却是黑风恶景,残垣败象,没有丝毫的生气,就连上空都弥漫着一股挥不去的阴霾。 就在众人在庄园内闲逛的时候,一个黑袍道人迎面走来,脸上带着几分洒然从容。 闲职怎么有空来我装上做客,也不提早通知老夫,让老夫也有个准备。 灵机上人仪表不凡,颇有几分先锋道鼓,像是身相众人,黑发白须目光锐利,满脸红光。 胸前一个八卦图案,又有些奥秘,至少在白尘眼中,那个八卦并非普通的八卦图案,而是以机关图绘制而成。 精巧细腻到了极致,每每随着100,八卦图案都会出现不同的变化。 不知者未然感觉,知者却是暗中惊叹灵机上人的机关术造诣。 小侄近日途经灵机山庄,所以特地带朋友来拜访上人,玉面公子眼角使了个眼色。 我这几位朋友对机关术颇感兴趣,所以想见识见识灵机十八景,上人不会介意小侄唐突吧。 老道有言在先,但凡同道中人,都可以闯一闯灵机十八景,诸位随老道来。 第240章 灵机十八景 诸位是储贤侄的朋友,也是灵机山庄的贵客,所以老道需要提前告诫诸位小友。 这灵机十八景虽然多年未曾有人伤亡,可是多是因为那些机关大师知道进退,所以诸位小友也当谨慎小心,免得遇到危险。 灵机上人倒是很负责,一路上都在告诫一些事宜。 你们所有人都去,灵机上人看了眼众人,又看了看宣九妹。 灵机上人对宣九妹并不陌生,不过看到宣九妹也站在白沉中。 似乎并无退出的意思,可别怪老道事先没提醒诸位,机关并非靠人数多就可以闯过的,反而会因为人太多而增加误处机关的几率。 上人就不用多言了,龙公子心智健全,自有分寸,我们还是在外面等候他们的好消息吧。 玉面公子微笑地打断了灵机上人的警告,对了上人,您的这个灵机十八景的外来者闯关最好记录似乎是第三关事吧,龙公子可别让在下失望了。 这便是入口,灵机上人指着一个墙边凿出的入口,看起来就像是墙洞,而不是某个大名鼎鼎的机关阵。 白沉皱了皱眉头,脸上带着几分疑惑,又看了眼灵机上人。 众人陆陆续续地走入入口中,带到宣九妹就要跟入的时候,玉面公子突然叫了声, 表妹,你也要跟进去吗?灵机十八景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还是很危险的。 在江湖上闯荡,哪里都有危险,何况我相信龙公子自有分寸,表哥不也这么说的吗? 宣九妹转过身,笑着跟上众人脚步。 自寻死路,玉面公子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失职,你与这几个人什么关系?他们又与宣九妹那小妖女什么关系? 灵机上人已经收起了温和的目光,带着几分阴冷的寒意。 几个不识抬句,自以为是的人罢了。 既然他不识抬句,那就不值得同情,灵机师叔,想必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玉面公子的脸上浮现出恶毒之色,再不是之前那个谦谦有理的公子。 灵机十八景的前三观,我可以控制危险程度。 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我的控制,所以才没有死一个人,积攒了这点名声。 如今让我用灵机十八景杀人,这 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到来,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死。 玉面公子打断灵机上人的犹豫。 师叔你只要回答我,答应,或者是不答应。 灵机上人的眼角微微抽了抽,想到玉面公子背后的人,心头便是一阵恐慌。 虽然如今他已经自立门户,可是与玉面公子背后那人的关系,还是牵扯不断。 以他对玉面公子的秉性了解,如果自己拒绝了他,那么自己也会如同向前那几个人一样,被玉面公子列入黑名单。 自然,自然是要帮的。 灵机上人苦涩地回答道。 心中暗恨不已,如果玉面公子不是仗着背后的人撑腰,就凭他也敢在自己面前大呼小叫吗? 灵机十八景的前三观是我布置的,而且我在其中布置了暗阁,可以方便我们观察前三观的动静,失职可有兴趣一赏。 我倒是想看看,他们会是怎么死。 宣九妹那个小妖女也一病除掉,灵机上人迟疑地问道,她背后的老妖妇可不容易对付啊。 那又如何,若是那老妖妇敢动手,自有师父帮忙抵挡,玉面公子淡然说道。 在两人谈话间,两人已经进入一个密道,密道内有许多拳头大小的密窟,表面附上了一层如同玻璃水晶类似的薄膜。 从外面看就是假山瀑布或者涓涓细流清澈水流,可是从里面,他们可以清楚地看清外面的情况。 没想到你这灵机山庄居然还有这种地方,玉面公子摸了摸光洁透明的隔层,这是何物? 这是黑山天津时,黑山距离中原太过遥远,所以辗转途中耗时甚至,在经过细致打磨后,就成了如今的这种透明隔板。 只要我们处于暗处,就可以看到明处的动静,其他一些机关门派,也有用到黑山天津时,只是用途大同小异。 如果白晨看到的话,恐怕会笑抽过去,在灵机上人口中的黑山天津时,其实就是玻璃。 当然了,此刻白晨等人并不知道这些。 众人进入灵机十八景后,除了白晨之外,其他人都变得尤为谨慎。 宣九妹看着白晨,看起来她不像是来鉴赏机关的,更像是来游园的。 只是这灵机十八景妹,毫无生气,根本就没什么风景可以欣赏。 宣九妹不知道白晨到底打什么主意,不过她还是相信,白晨进到这里,一定还有其他的深意。 白晨,看你的了,愁白晨点点头,走到队伍的最前端。 嗯,白晨妹妹是机关师。 宣九妹一直以来,都以为愁白晨只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当然了,之前她把洛仙也归纳为弱女子的饭凑,不过在前几天洛仙的医术,还是让宣九妹对洛仙产生了改观。 不过现在,她却发现原来愁白晨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柔弱女子。 既然她能够站在这里,既然白晨敢把自己所有人的性命,全都托付在愁白晨的手中,那肯定是愁白晨拥有着非常高的机关术造诣。 不只是宣九妹感到惊讶,躲藏在暗阁中的玉面公子和灵机上人也是略显惊讶。 她是机关师,灵机上人惊奇地看着玉面公子。 玉面公子没稍微微宁起,我也是刚知道,这一路上都没见过她有任何表现的机会。 灵机上人瞥了眼玉面公子,微笑道,即便她是机关师也无碍,天下间那么多机关师,未必每个都是天才,何况一个弱女子罢了,能有什么才学? 灵机上人对自己的机关布置非常自信,师侄放心便是,只要他们踏入灵机十八井,那么就必死无疑。 灵机师叔,你最好不要小瞧这几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身怀绝技。 那时你不知道灵机十八井的可怕,灵机上人走到洞壁上,在洞壁边上的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用力摁下,以前来访的机关师所面对的。 不过是我最粗浅的布置,我不想让他们太早就退出,所以放他们过三关,帮我去破解第四关后面的机关,既然师侄想要早点了结了他们,老夫自然会让师侄得偿所愿。 在灵机十八井内的众人,突然发现眼前的井质在飞快地变换着,山石升起,溪流变成洪水,地面也变得泥泞,每一处能够看得到的地方,都发生了改头换面。 咦,有人在控制这里面的机关,抽白心低呼道。 那是别人的问题,与你无关,白晨平淡地说道。 做好你自己的事。 龙啸天,你没发现这里的气息变得危机四伏了吗? 如果你再一意孤行,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在这里死。 轩九妹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 虽然抽白心这会儿表现出来的机关术造诣水平非常高,短短几刻钟,就已经破解了三个机关, 可是轩九妹知道,肯定是灵机上人和玉冕公子在背后捣鬼。 这时候他们所要面对的,不只是机关、心怀叵测的两人。 哪怕白晨等人表现得,再如何淡定,依然难以改变现状。 只要抽白心有一点点的闪失,那么他就要与白晨等人一起陪葬。 此刻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之前太过相信白晨了。 如今想来,自己的决定实在是太冒险,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原本轩九妹想着,自己跟着白晨进来,哪怕有危险,玉冕公子也会忌惮自己的师父三思而行。 却没想到,玉冕公子的心胸如此狭隘,为了铲除白晨等人,居然如此的不顾一切。 事实上他们之间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白晨甚至有恩于他,可是玉冕公子的心性,却在这时候彻底地把他们推上了敌人的位置。 李玉成始终未曾开口说话,一直都在默默地看着白晨的每一个决定。 他可不相信,白晨会这么轻易中招,他更不相信,白晨会这么好的脾气,挨了打也不还手。 轩姑娘,现在后悔未免太迟了吧,进了这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放你离开吗? 他未必敢伤我,轩九妹冷哼道。 他们现在就在暗处,你可以试着让他们放你离去,看看你的要求他们是否会答应。 轩九妹不信邪,大声喊道,楚生邪,给我出来。 你若是不想我师父杀上门的话,最后现在就放我们离去。 白痴女人,当初自己要进去的是她,如今害怕了,后悔了,玉面公子冷冷地看着轩九妹,不为所动。 灵机上人咽了口口水,没有说话,玉面公子略微不满地说道,你已经发动了机关,为何还不见外面出现危险? 灵机十八颈的机关都是触发式机关。 我只是将启动了致命的机关,可是机关的触发还是需要靠他们自己,在这里我们除了看着他们找死,什么也做不了。 请不吝点赞 锃声。 请不吝点赞 锃声。